你们见过会跑的石井演绎吗 一场表演动用了300多名演员 二十头骆驼 三十匹狼 用真人石井的方式 还原了丝绸之路上的种种遭遇 60分钟的表演 经历了火山 雪崩 风沙 大漠等自然显著 还有狼群突袭 尤其是那天降圣水的一幕 3000吨水在面前倾泻而下 看到的人都觉得震撼无比 今天跟着小陈导游 去看看这盛大的表演 驼鳞传奇秀 通过这样的一场表演 去了解真正的丝绸之路 咱们出发了 走 为了这场表演 小陈千里迢迢来到了西安 来到这里我才发现 这里是一座古老而充满魅力的城市 承载着3000多年的历史 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 以前这里也被称为长安 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朝代最多 历史最长的都城 先后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 也被称称为13朝古都 同样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说到丝绸之路和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就是张谦 张谦是西汉时期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 他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 打开了中原与西域各国交流的通道 简单来说 之所以会有丝绸之路这件事 主要是因为不同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好东西 而且大家都想得到别人那里的好东西 比如说中国有丝绸 茶叶 瓷器这些好东西 而中亚 西亚和欧洲那边有香料 珠宝 两码等等 中国这边的人想要他们的东西 他们也想要中国人的好东西 而且各地的人也都想通过交换东西的方式来赚钱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但是人们还是努力找到了一些相对可行的线路 来进行货物的交换和买卖 这样就慢慢的形成了丝绸之路 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表演就是用真人实景拍摄 还原当时丝绸之路的艰辛过程 看过的人都觉得无比的震撼 我们现在就去买票 走吧 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个演艺厅你们看到有多大了吗 朋友们 足足可以容纳3000人 我们现在去找到我们对应的座位 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一段叫做千里送军 无数的大唐血腥男儿纷纷踏上了丝绸之路 一路艰辛但却勇往直前 陀公们福祸相依 丝绸之路上很多圆梦人 富甲一方 有的陀公却特死他乡 永远的留在了丝绸之路上 换来了乡土的繁荣和大唐的苍盛 这也体现了丝绸之路的艰辛和福意 这一幕就还原了家人们在送别陀公的不舍和担心 说不定这一别便是永别 但是送军千里终有一别 陀公们还是踏上了丝绸之路 我的天啊 你们敢相信吗 这居然是真的狼 他们现在还在围着我们奔跑 这表演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这一幕就还原了在丝绸之路上 陀公们不畏凶险 知难而尽 陀队在路上遇见狼群的情景 一路上还经历了火山 雪崩 强盗 狼群等冲冲挑战 我们这个作息啊 还会随着剧情360度的旋转 能够连贯的感受到剧情 故事情节环环相扣 这样看演出啊 我也是头一回见 你们看 现在陀公已经到达了繁华的古罗马 世纪上熙熙攘攘 丝绸瓷器 各色物品啊 琳琅满目 盛装的罗马少女翩翩起舞 陀公们也展示着中国功夫杂技 可谓是中西合璧 精妙绝伦 这就是最经典的一幕了 陀队经过巴米扬大佛 缓缓升起的巴米扬大佛 3000吨的水啊 从两次倾斜而下 小雨为大家洗尘送福 不到现场真的感受不到他的震撼 这个雨水直接打到我的脸上 太有代入感了 真的是不需此行 表演已经看完了 现在还有点意犹未尽 3000人的座位坐无虚席啊 真的是有原因的 就两个字 震撼 360度可旋转的舞台 现场感受 漫天黄沙 驼鳞生生 有狼群袭击 有雪崩火山 种种路途中的戳扯 把1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 和盛世大堂展现在眼前 代入感太强了 3000多吨的洪水啊 倾泻而下 水气洒在脸上 狼群啊 现场打斗撕咬 真的太精彩了 有机会啊 你也带上你的家人 一起来体验一下 一定不需此行 我是小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